你连这些基础的佛理都不懂 你怎么随师父来学这个异法通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其实你们在跟师父学这个法门之前 已经有基础了 已经知道怎样拜佛菩萨 知道佛菩萨 是怎样在这个世界上救度众生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分享 今天早上八点半 医院医生打电话给我 说我女儿发热了 昨天晚上开始发热38度 今天早上还是发高烧 说我女儿现在发烧39度5 喝了退热药了 好像体温还是降不下来 我这两天精进念经存了15张小房子 马上拿出14张 我7张 女儿7张 把小房子送了下去 不一会儿 我女儿隔壁床的阿姨发信息 说我女儿37度 体温正常了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度人忽略自修 梦境频频提醒造新业 这两天度人缘分 比前几天多一点 于是念经时候没有那么专注了 修心看白化佛法也少了 慢慢地发现自己心不清静了 慈悲心少了很多 而且不断冒出邪思 我却不以为然 仍然没有重视自修 继续不停地看手机回复 晚上我就梦到自己一边上楼梯 一边提着东西 现在想想 可能是自己弘法度人过程中 因为意念不干净 心生恶念所导致有心业 昨天十五 我还是没有醒悟 该去看白化佛法了 果不其然 中午时候 我和妈妈因为一件小事 闹得不愉快 原因就是我气量太小了 不能忍辱 听不得几句话就跳起来 也没有包容心 让妈妈起了烦恼心 当晚就梦到自己在垃圾堆里 自己还提着一个麻包袋 连续两天都做了类似梦境 都是自己提着东西 而且东西一次比一次重 回想前两天 我虽然度人不多 但是内心比这两天干净很多 慈悲心强 觉得别人很可怜 所以前两天梦境比现在好很多 而这两天都有在度人做功德 但是因为自己修心功夫不够 经常看手机 回复新师兄信息 心定不下来 也没有及时去看白化佛法 清净自己内心 所以频频生起恶念 嗔恨心 嫉妒心 烦恼不断 没有慈悲心 看什么都不顺眼 所以短短两天时间就产生了心业 真的太后悔了 师父说过要自度度人 慈悲心尤为重要 你要感觉到别人都很可怜 你就会越修越好了 摘子 宗述 2017年4月27日 24分27秒 像我这样内心不干净 一接触外沉 就容易杂念重生的人 还是要多加强自修 多看白化佛法 多念经 多宵夜 存奖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始专题 正信正念 找回般若二 下 二 为何要正信正念 修出般若智慧 二 找回般若智慧的重要性 二 绝海中的灯塔 般若智慧 对于修心修行的重要性 二 通过开智慧 扩大心量来消业障 是一种依靠佛心本性 深层次的消业 摘子 2016年7月29日 悬疑问答 师父 吃苦可以消除业障 忏悔可以消除业障 小房子也可以消除业障 开智慧也可以消除业障 心量大也可以消除业障 是否这样理解 前三者消业 消的是业障本身 而后两项开智慧和放大心量来消业障 是更深层次的消业 靠的是佛性和本性在消业 请师父开始一下 这个话完全正确 已经觉悟了之后消业和不觉悟消业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师父 刚才我说的这种开智慧 消业障和心量大消业障 就是这种觉悟 开悟消的业 更深层次 是这样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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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但是你们不要对其他的法门钻得很深 稍微懂一点其他的法门 学一点点 了解一点点 辅助自己就可以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嗯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